18号周五又一次打爆了空头 大家都知道确实不容易 人生能有几回搏对吗 所以你看我们面临的压力有多大 你会切实的感受到 他们的力量有多强 他们的手段有多恶劣 你就看美国人对吧 不到20天的时间 货币政策已经几次180度大转向了 跟电风扇一样 颇具有神经病的气质 他现在公布的所有的数据 都是指向不降息的了 通胀又好起来了 就业也好起来了 就连刚从ICU里抬出来的 美国银行业都利润预期向好了 对吧我们接下来不降息了 美元指数赶紧给我涨回来 在线等很急 对吧我们美国经济有多好 只要看一家企业的财报就可以了 就是英伟达 只要英伟达好 美国3.3亿人就都吃饱饭了 美国经济就强劲复苏了 其他行业再悲惨都不重要了 罢工没关系 财源也没关系 以后我们就吃人工智能了 这时候也没有人问了 人工智能和芯片能覆盖多少美国人口 多着呢 两个行业能提供大量高端人才岗位 其中呢30%中国人 30%印度人 太厉害了 顶礼膜拜 所以呢投美国就投美国 千万不要投中国 投中国我们可能要向你征税了 爱国投资法案 你们都知道对吧 而且呢 他对咱们这几次政策发布会 都异常关注啊 每次都提前给大家画重点 但是呢 他画的重点各位 那是他希望你关注的重点 两军挣钱啊 对面大喇叭喊话 教你怎么跟他打仗 我跟你说啊 你必须攻下两个阵地 一个房地产 一个地方政府债 你就胜利了 这个时候我就问一下各位 是你你能信吗 但是呢 咱们的投资人和机构 是有大把人信 我是知道的啊 人家原本就在这个山头上的 对吧 你过去了呢 算是解救人质 所以呢 你看他们操纵了数据啊 操纵了舆论的导向 操纵了市场的预期啊 他会引导咱们的市场 去关注那些 为难咱们政策的点 然后呢 不及预期 好砸你嘛 并且呢 还会挑动地缘政治风险啊 在你身边各种蠢蠢欲动啊 拽一群人过来 要跟你打群架 所以各位你发现啊 当前金融战 统领了一切战争啊 他几乎动用了一切的力量 来跟你对抗了 连热战都变成一种 可供调度的手段了 目的就是要把你 这次反共摁下去嘛 所以呢 大家别着急啊 发生任何事情 都不要焦虑 他下这么大力气 说明上火的人是他啊 另外呢 就是有太多的人 不希望听到我们发声 对吧 所以呢 如果有一天 我们需要暂时消失一段时间 大家也绝对不要气馁 对吧 要变成我们 超越我们 送敌人来见我们 对吧 这话谁说的 每一代人都会说 对吧 为往胜记绝学嘛